如果说最近的战局中有哪些新情况是最能引起外界注意的,那当属最近发生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一件事了,一看到这么一长串的国家名,人们首先就有些梦了,这是啊,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了,德左共和国位于东欧是苏联时代的遗产,虽然这个地区的领土只有4163平方公里, 但就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,竟然有22万俄罗斯人被困于此,并开始频繁地向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呼救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以史未尽,可以知星体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老海说是,德左共和国原本属于位于东南欧北部的摩尔多瓦共和国,可随着时代的变迁,各国之间战争不断,德左地区的归属权, 也在不断变化,直到十月革命以后,摩尔多瓦宣布并入罗马尼亚,但却没有带着德左地区一起,而是将它留在了乌克兰的境内,因此,德左地区就随着乌克兰一起加入了苏联政权, 后来,受时局动荡的影响,加上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,2006年的时候,德左地区的人民发起了一场全民公投, 其中,97%的选票支持德河地区成为俄罗斯联邦的自由帮,94%的选民反对放弃独立成为摩尔多瓦的一部分,因此,德左地区的内部就分裂为了亲摩尔多瓦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, 和坚持继承苏维埃政权一切体制的主流政府一派,这两方势力谁也无法说服谁,但为了地区的发展, 他们倒没有像曾经的南北朝鲜一样搞出什么分裂在,只是地区稳定多少,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就是了, 德左地区虽然领土面积小,国家经济也并不发达,但当地低廉的生活成本, 以及民间轻松惬意的生活氛围,总能吸引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前去观光, 游览,甚至定居,在这些人当中,俄罗斯人不在少数,德左地区虽然和俄罗斯比较亲近, 但它的地理位置却并不与俄罗斯接壤,德左地区的东边是乌克兰,西边是摩尔多瓦, 加在中间的德左地区又并未被联合国承认,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, 德左地区就成为了西方势力用来打压,挟制俄罗斯的一个靶子, 乌克兰党在德左和俄罗斯中间,在前段时间的摩尔多瓦, 突然宣布要封锁德左地区的时候,乌克兰紧随其后地表示表示俄罗斯军队必须撤出德左地区, 乌克兰方面将继续竭尽全力,阻止俄罗斯破坏摩尔多瓦或本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一切企图。 而摩尔多瓦的新任总统桑杜在上任后,可是一直想要加入欧盟的, 这位新总统在救治后不久,就以腐败为名,逮捕了摩尔多瓦的多名亲俄政客, 要说桑杜政府与泽连斯基政府、拜登政府之间没有通气,那就太假了。 德左地区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意义,其实远不止德左地区的体制原因,据统计, 德左地区每年至少出口六成产品到俄罗斯,也会大量进口俄罗斯的本土产品, 这样一个互通有无的内外市场双循环,让德左地区和俄罗斯的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 因此,不论是欧美还是乌克兰,亿或是摩尔多瓦,他们都明白, 只要封锁了德左,就能在经济上对俄罗斯造成打击,而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。 乌克兰之所以说出了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德左地区这样的话, 是因为俄军曾以保护当地居民的名义进入德左地区, 试图以此帮助德左摆脱摩尔多瓦的统治, 但不论如何,有乌克兰党在德左地区和俄罗斯中间, 俄罗斯想要吸纳德左地区,说是难如登天也不为过, 这也是为什么俄乌战争双方都必须要奋出个胜负的原因, 谁赢谁有权利。 谁输谁就老是呆着,俄罗斯要是赢了, 连乌东寺地带上德左地区都将成为促进俄罗斯发展的助力, 乌克兰要赢了,这几个地区就可以暂时泄了亲近俄罗斯的心了。 而北约也将兵临俄罗斯城下, 只能说俄乌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要争取, 而且两个之间的纠葛确实缠杂不清, 因此要么不开战,要是开战就只能斗到最后, 毕竟,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不允许他们低头, 乌克兰的金主也不允许他们认输, 所以,再好不容易逮着封锁德左以制约俄罗斯的这个机会。 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当然得可着劲地发挥, 这两个国家目前的共同愿望都是亲戒欧美, 所谓双权难敌四掌, 俄罗斯的敌对势力又多一个, 好在德左地区一直坚持向俄罗斯求救, 他们的行为好歹是给了俄罗斯一个出兵的理由, 但是如果从战略部署上看, 俄军想要拯救22万俄罗斯人的任务依旧困难重重, 先不说摩尔多尔, 俄军想要大规模进入德左地区,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, 就是把驻守在前的乌军打趴下, 这就要求俄罗斯在面对横跟在他和乌克兰之间的黑海海域时, 要拥有绝对的海上控制权, 这样才能保证俄军能够与驻守原地的乌克兰主力军队抗衡, 在军事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, 战争中不仅要争夺海上控制权, 制空权也是决定战局胜负的关键, 也就是说, 比起原地驻防的乌军主力, 俄罗斯军队需要在海陆空三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, 而这只是俄军同乌军对战的部分, 还不包括将22万俄罗斯人完好无损地从德索地区带回的部署, 22万人可不是22个, 想要实现这么大型的营救, 不做个长期计划显然是不现实的, 但若德索地区封锁完毕, 届时俄军想要进攻就更困难了, 不过德索地区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, 即便局势如此不利, 他们也从未想过向西方势力低头, 仍是仍然坚持着等待俄罗斯的崛起, 其实, 如果没有西方的阻碍, 德索地区的独立本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, 作为一个早就攻投过的地区, 按照国际惯例, 德索本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独立政权的, 但因为美西方的忌惮, 导致了德索人民的攻投结果被莫名作废, 最让人愤怒的是, 西方势力无视了德索地区人民的独立意愿不说, 还利用他们职责俄罗斯在破坏摩多瓦尔的领土完整, 这实在是难以让人看到大国风范, 当然, 面对欧美、乌克兰和摩多瓦尔的三方勾结, 俄罗斯也显示出了他强势的一面, 日前, 俄罗斯外交部直言, 保护德索居民利益是俄外交部优先事项之一, 俄罗斯相关部门始终关注并考虑所有请求, 当一个国家的外交部如此表态, 基本就是要与对方杠到底了, 德索地区从情感上来说, 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情谊, 从局势上将, 德索是俄罗斯一颗重要的战略棋子, 德索就这样成为了两方的必争之地, 这件事的后续还在发酵, 不知道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, 但是很明显, 德索人民的心已经在俄罗斯那边了, 想必其他势力硬要将人困在原地也没什么用, 更何况现在发出求救信号的, 还是正儿八经的的俄罗斯人, 俄罗斯军队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救援德索地区呢? 俄军要进入德索地区, 就必须夺奥德萨, 要夺奥德萨, 就要发动地涅薄荷登陆战, 夺取赫尔松州右岸地区和首辅赫尔松城, 再拿下尼古拉伊富州, 才能进入奥德萨州, 俄军要夺取奥德萨, 必须将波罗的海舰队与北方舰队主力巡洋舰, 驱逐舰和登陆舰进入黑海, 控制整个黑海, 执行对地打击, 掩护登陆舰队行动, 俄罗斯空天军对地涅薄荷周围乌军全部防空系统进行消灭战斗, 俄罗斯地面部队集结30万人从南线打穿乌军防线, 执行地面薄荷大规模登陆战, 夺取赫尔松州乌控区和尼古拉伊富州, 才能建立进攻奥德萨的前沿阵地, 为牵制乌军主力集群, 俄军还要在哈尔科夫顿巴斯地区发动大规模正面攻势, 牵制乌军主力, 为俄军南线进攻创造有力战场条件, 从大方面说,俄军一旦夺取赫尔松右岸, 尼古拉伊夫和奥德萨, 乌克兰就彻底变成内陆国家, 而且,奥德萨是乌克兰最后的大型港口城市, 主要粮食出口港口, 夺取奥德萨, 乌克兰就只能投降, 赫尔松, 尼古拉伊夫与奥德萨紧临黑海, 对克里米亚有直接威胁, 特别是奥德萨, 既是出口经济动脉, 也是北约军援接收仓库, 更是袭击克里米亚俄军基地的前进堡垒, 非常重要, 俄罗斯宣布把五个海军陆战旅, 全部升级为海军陆战师, 很大程度上, 就是为地捏伯和登陆战准备的, 直接抢摊五个陆战队师, 这样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, 至少到2025年至2026年, 才能展开行动, 现在的俄罗斯军队, 还没有能力对奥德萨发动攻势, 以打通德佐地区通道,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 在下方点个赞, 或者订阅频道, 如果有什么建议, 就在下方留言吧,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, 人分散开行动, 我们下午的这些计划级接触, 在下方留言区, 在下方留言区, 不散开行动, 就要做我的交换话区,